国家福利理事会推出可持续慈善框架 新框架将能够协助企业更有效地规划慈善工作 衡量并监督捐款与志愿工作等的成效 由福利会以及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等协作伙伴等 共同制定的新框架列出了指标来评估企业在捐赠 志愿服务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为框架推介时说 许多本地企业在定义社会贡献方面仍面临困难 新框架将有助缓解这一问题 有超过100家私人企业参与了新框架的制定过程 确保框架在满足业务需求的同时也具有相关性和实用性 包括渣打银行以及新传媒的40多家企业已经采用了框架 为公司的慈善工作制定策略 这一面 等下午中再说 多下午中再说 在这里 到下午中再说 对